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前呢 我给大家通知个事 就是现在呀 有很多这个油管的播主啊 都是害怕这个油管封号 就在一个叫奥德赛的平台呢 在那边有一个备份 它那个平台首先是跟油管是同步的 每天我们在油管发的视频呢 奥德赛平台上就会自动播出 我也跟大家一样在那边注册了一个账号 名字跟这个油管都是一样的 就叫加州江泰公news 然后呢 我把这个链接呢 放到这个底下 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去加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预防失联吧 另外那个平台呢 现在有一些优惠政策 你上去到台呢 看视频 他还给你加密货币 我觉得大家如果是经常上网的朋友呢 可以到那边去加一下 多个保险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谈一个台湾的事情啊 这个事情的真假呢 还有待与台湾朋友来验证 今天呢 在网络上呢 流传了一份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 发函时间为2020年的2月11日 内容痛批共匪窃据大陆 呼吁全体国民党员同仇敌汉 一起反攻复国 也就是俗称的反攻大陆 对此国民党予以澄清 说此信函绝非由国民党发出 并呼吁民众停止转发 这是这两天在台湾发生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上网就找了一下啊 网上呢 确实有他们发了这个信函 但是现在呢 经纬难辨 那这个信函呢 也比较长 那么我们窄塔的中心思想来给大家读一下啊 这份自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函 指出呢 共匪窃据大陆 迄今已72年 国际形势混乱 大陆同胞浩劫 不能任大陆同胞长期忍受黑暗地狱的非人生活 死亡的哀嚎 国民党全体党员 尽量因同仇敌抗 团结一致 失智赴我民国 决心拯救同胞 以挽救世界浩劫 保卫人类自由 在国际环境下 不允许继续犹豫徘徊 观望等待 应共同一致 反共复国为目标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这个写的倒是慷慨性啊 让人看了以后呢 觉得这还挺像国民党以前那个口文的 确实和近些年的国民党呢 那是不相符合 近些年大家都知道吗 国民党基本上变成了一个舔共党嘛 特别是马英九那一届 我认为他就是完全舔共 而且是成了共产党的小弟 马仔 本来一百多年前 国民党是大哥 共产党是小弟 他就翻过来了 国民党是彻底成了共产党的马仔 就是全面舔共吧 另外从近一二十年的情况来看呢 国民党里面的人呢 让我说啊 就是我们知道的 也许有很多人我们不知道啊 就是我们看了在台面上的这些人 全都去搞钱了 没有人讲主义了 全都是讲生意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国民党为什么失去大选呢 对不对 你一个党没有一点骨气了 谁选你呢 本来反共大陆光复民国 是你国民党的口号嘛 是你国民党的政治理念嘛 对不对 你最起码要扛着反共这面大旗嘛 结果你这面大旗被谁扛走了 被民进党扛走了 对不对 现在一说反共 对大陆的强硬态度 都是指的民进党 包括中共那边一说也是 民进党当局跟中央政府对着干 可以说是民进党把这个反共的招牌啊 给拿走了 那国民党你一旦失去了这种理念 你哪有号召力呢 你反过来想你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的 你首先是个政党嘛 你得有政治理念嘛 你上台以后才是你的执政方针嘛 这里头才包括具体的经济政策啊 呃这个外交理念呀 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现在的国民党是 放弃了自己扛了成百年的反共大旗 然后把自己变得呢 像一个商会一样 谁一提到国民党 都知道他跟大陆在这儿勾盾 就是这样的情况嘛 所以呢 国民党走到今天呢 也是咎由自取 所以这封信函出来以后呢 我不能判断是真是假 也有可能这个信函呢 不是国民党公开发的 但是呢 他有可能是国民党里面的某些人 比方说是传统的国民党不干 他就是想反共复国 他自己搞了这样一个信函发出来呢 试水 试一下这个世界人民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也不排除 同时这个也不排除呢 有网民专门伪造了这样一个东西 发出来呢 调侃国民党的 我觉得这个都有可能性 但是呢 我们不管是真是假吧 这也是一种声音嘛 最起码可以说 台湾人或者是这个国民党内部 有些人还是想反共复国的 就是恢复他的中华民国嘛 然后把这个大陆沦陷区呢 去拯救一下 我想这样的人还是有的吧 所以我在这儿 今天就说这个事呢 我觉得国民党啊 首先你不能放弃你的政治里面 对不对 你这个反共复国 这是你喊了多少年的 哪怕这个反共复国是个口号 你也得喊 就跟大陆你看 人家一直在喊解放台湾 多少届领导人都没有放弃这个口号 统不同意台湾 那是个时间表的问题 但是统不同意 那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对不对 而且统一的方式呢 是多种多样的嘛 在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和平统一嘛 一国两制嘛 在另外的一些时间段呢 我们又可以说这个武力统一嘛 他的这个理念一直是存在的 但是国民党呢 就是彻底不敢提了 他可能也确实害怕中国 也有可能是国民党这些人啊 这么多年在大陆捞钱啊 也被共产党把他们抓得死死的 从这个自己的金钱上面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私生活上面 都被共产党抓得紧紧的 所以国民党呢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共产党的马仔 共产党说的是九党合一嘛 就是他们有八个党派 围绕着中国共产党 就是说的九党合一 那要是加上台湾的国民党的话 那就成了十党合一了嘛 那么国民党呢 也就变成了那九个派手党之一嘛 只是给共产党派手鼓掌叫好呀 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啊 现在发出来呢 也挺是时间的 就是让大家把这个关注度呢 往这个上面呢 来转一下 国民党这个不提反共复国 反共大陆 这已经好多年了 但是在江泰公小的时候呀 这两句口号呀 可是成天听呀 而且我们那时候呢 就是八十年代初 中共不管制那个收音机了 就拿那个短波收音机 听那个台湾那个广播 还挺有意思的 经常有对大陆同胞的这个广播 我们有时间 就是在家里头偷偷的听 在这个八十年代之前呢 你家里头买一个收音机呢 单位的保卫科的这个干事呢 就会带人来呢 到你家里 把那个收音机拆开 把里面一个二级管嘛什么 就给你拆了 然后你就听不成这个短波敌台了 以前是那样的 但是八十年代以后呢 我们还是听过一段时间提台的 对当时那个宣传口号呢 还是比较清楚 那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啊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提出 反攻复国也未必不是时候 真是我觉得现在 还有这个群众基础 因为共产党在大陆那边的统治呢 确实已经到了一个 上市民心的一个程度 他自己在执政的过程中呀 已经是自顾不暇啊 很多地方可以说是暗下葫芦 起来瓢 实际这个时候 如果国民党提出这样的口号 未必没有人响应 你想台湾可能在大陆做生意的人 可能超过一百万吧 现在 那么大陆的情况 他们应该是很清楚的 对不对 而且他们也知道 现在大陆的这种民主自由程度呢 已经是荡然无存 包括这个言论自由 现在已经打压到这个程度 实际很多人是呼唤民主自由的 呼唤有一股势力呢 能扛起反共大旗 大家把这个形式分析分析 你看海外这一帮子 谁能扛起这个反共大旗 你就是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这样的身上 以美灭共 那个我觉得也是一种幻想 美国也只能在旁边给你当个帮手 你主要中国人的事情还要中国人办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呢 大陆这边很多这个民主人士呀 或者是异议人士呀 都是对这个国民党寄予希望的 但是国民党这么多年的表现呢 确实让人失望 所以形式呢 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国民党现在要重振呢 可以再扛起反共这面大旗 那么反共大陆呢 我觉得国民党也可以把它当做一张牌嘛 就跟这个共产党说的解放台湾一样嘛 你也可以把它当做一张牌嘛 在这个过程中你才能博弈嘛 为什么民进党现在在这个台湾占了上风呢 人家就是敢坚决的反共 那你国民党反了一百多年共产党的党派 到现在变成了别人的小弟 让谁能看得起你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这个时候呢 也要检讨一下 这个事情呢也很有意思 那么我呢也不是一个台湾问题专家啊 我只是从这个国共两党的历史渊源 还有现在台湾跟大陆的 在这个国际上的影响力 来把这个事情呢聊一聊 总的来说呢 台湾呢代表了华人自由世界的一个灯塔吧 那么大陆沦陷区呢 就是一个独裁专制的统治嘛 在这个上面是敬畏分明的 那么谁能高举符合历史发展的旗帜 我相信也会赢得更多的人的支持的 好吧 这期节目就聊到这 关键的信息呢 还需要台湾朋友来补充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